中国空军八一飞行北演队的千石还有月二龄组成的机队 已经到了埃及参加航展 并且进行飞行表演和静态的展示 咱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月二龄还有千石 已经在从金字塔顶上飞过去了 外界的分析就认为 埃及它有可能采购千石CE 以及歼31隐形战机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美论评 说起埃及空军这边 它的作战飞机是40架 最近采购的米格29M2 还有两个中队的法国阵风 它的主力机型还是要卡F-16系列 但是这些F-16的问题是挺大的 而且面临着更新的问题 说起来 埃及用F-16那是有40多年历史了 从80年代初期就开始买F-16AB 到现在为止 这一批老AB的已经服役了有44年了 而比较新一些的F-16CD也是从90年开始采购的 最后一批是10年采购的 这么长时间 F-16的CD系列一共是买了140多架 这些飞机全部加起来看 这些F-16是它最短的服役期 最新的 它也有14年了 最长的不多 40多年了 所以它们的平均机灵达到了20到30年 说实话 这个机灵是有点长的 而最炸裂的这个事情 大家可能都没想到 美国居然没有为埃及的这些F-16配备超视距拦截的能力 美国的这口试你埃及用不着 所以美国一直也都是提供这个AIM-7M和AIM-9Li 这些禁具的格斗弹 就是这个F-16 美国给的这些F-16 其实是它这个性能上是被阉割了 所以埃及呢 它要想购买先进的四代机或者四代半机的话 只能从法国 俄罗斯和中国选择 不过呢 它前一段不是想买速35吗 这个路已经是被美国给堵死了 未来埃及它是要走入五代机的时代啊 那理论上 你只有中美俄能够供货了 法国那边暂时还五代机 看样子是一时半会儿出不来 但是俄罗斯这个苏57的产量啊 是自己它都不够用的的 埃及呢 也就只能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了 而性价比比较高的 那确实是我们的231 你看在特朗普时期啊 曾经他答应过埃及 说我可以卖你F35 不过呢 这个连埃及自己都知道 这不过是一种安抚性的政治套话和表态而已嘛 因为美国呀 一定要让以色列在空中力量上保持优势 甚至是保持代差 它不可能在短期内 向阿拉伯世界提供F35 埃及如果真的想要升级到五代机的话呀 那采购131可能就是一种非常大的可能性吧 不过呢 我个人认为啊 外界的现在这个分析 也就是咱们的八一飞行表演队飞过去 它和埃及采购我们1010CE啊 也甚至说未来采购131这事联系起来啊 这个就联系的太牵强了 虽然说客观上来说吧 那确实也只有中美可以提供五代机 但是埃及采购我们的可能性啊 真的不是很大 甚至至少说吧 在短期内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 这埃及啊 现在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 咱们也先不说它有没有这么多钱啊 先不说它财政上的这个能力吧 一种政治上 你只要有美国在那儿 你这个门槛埃及就很难迈得过去 埃及就很难独自的决策 而且埃及一旦是拥有了咱们的1031的话 这就意味着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空中力量 开始出现颠覆性的扭转和变化 那无论是美国和以色列 它肯定接受不了这个的 目前埃及内部的亲美势力呢还是非常强的呀 他们还是想和美国加紧关系 就是想搞五代机 他们还是想从美国那边拿到F35 那即便说啊 就真的假设埃及就 10-CE和1031和我们有所接触的话 其实更多的呢还是为了和美国那边去周旋 或者说和美法那边周旋呢 去多拿一些手中的砝码和条件而已了 还有一点就是啊 咱们现在啊 这个首先是要满足海军舰载型的这个1035 以及咱们空军要用的1031啊 这一下子你肯定还顾不上出口 不过呢 如果呀 这件事啊 如果埃及拿不到这个F35的话 又不能买我们的1031的话 它可能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 这最后呢 就是让韩国减那么一个便宜 减那么一个漏子 因为韩国的KF21这个准五代机啊 倒是真有可能打开韩国的市场 这个埃及已经引进了韩国这个精英高级教练机嘛 那么他再接着买的KF21 那也是有一定的连续性了 而且从政治角度来说呢 买韩国的飞机 美国处于这个平衡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 这也许还会放行呢 不过呢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和埃及保持良好的关系 这也不仅仅是为了卖个飞机嘛 我们还有更长远的这种布局 不过要真说这个1031的出口啊 有可能是阿联酋或者沙特 它倒是有可能购买 这个可能性那比埃及还要大一些